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燕姬道 欧阳修 陆游 冯岩寺 林布等都有以此命名的佳作 但是宋以后几百年间要找一首能与他们的作品相媲美的长相思太难了 好在到了清朝有一位纳兰姓德 这位清朝的翩翩贵公子给宋以后的词坛带来了阵阵液 无论是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还是一生一代一双人 争较两处销魂 都是惊艳世人之作 而来自纳兰姓德的长相思 也是文坛最后一篇拿得出手的长相思 足以媲美颂词之作 全词仅两句 名字美 开篇美 结尾更美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词 长相思 山一城 清纳兰姓德 山一城 水一城 身像鱼冠那盼行 夜深千丈灯 风一更 雪一更 锅碎湘心 梦不成 故缘 无此生 清康熙二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一六八二年 二月十五日 纳兰姓德随从康熙帝 义 永灵 福灵 昭灵告绩 二十三日出山海关 长相思 坐于出关前后之途中 纳兰姓德出关时 冰雪未消 又离开了京城千山万水 对于生于关内 长于京城的贵公子 纳兰姓德而言 一切都是那么荒凉 那么寂寞 不由得异常思念亲人朋友 于是有感而发 填下这首长相思 词的上片开篇就是惊艳之语 词人叠用两个一城 突出长路漫漫之感 这句是画用李玉的一重山 两重山 李玉只用了山的意象 而纳兰姓德再加上了水 可谓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们一路向山海关出发 全词最美的是上片最后五个字 历来备受名家推崇 夜深千丈灯 写的是帐篷里将士们点起的竹灯 千顶帐篷在塞外 形成了一幅特别的画面 词人的视角高远 帐内烛光闪闪 每一盏烛光下都是一颗丝规的心 后世学者评价这五个字 写出了长河落日圆的苍凉高远意境 词的下片写塞外的风雪 上片中山水一程是空间的跨度 而下片的风一更雪一更 则是时间的维度 风雪声惊扰了真人的梦 词人用锅碎的动词来形容 凄美异常 最后一句也是高明之语 忧眼前的风雪比风一转 响起家乡的宁静 那里没有这样恼人的声响 身未动 心已归 全词语言质朴 一境高妙 眼前的夜深千丈灯是壮丽的 而心中的故缘无此生 是婉约动人的 两相对比下 是词人细腻思归的心 很多人觉得 这首清朝的长相思 哪怕是拿去与诵词经典相比 都毫不逊色 好的 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感谢点赞关注 风雅吉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聊聊您对这首词的看法 再会 请不吝点赞关注 请不吝点赞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